23年前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他们的儿子布鲁克林才四个月大 但一眨眼孩子已长大成人 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据悉女方是好莱坞演员尼扩拉·佩茨 传闻她是不折不扣的亿万千金 父亲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大亨 身价高达13.41英镑 如此财大气粗 自然不将南方家产放在眼里 所以她不仅包了整个婚礼的千万花费 而且让南方甘心签下婚前协议 这一番操作也被媒体和网友戏称 小贝之子成功入坠富豪之家 所以自称名流的贝克汉姆之子 真的沦落到要高攀他人的地步吗 这里是扑基岛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 布鲁克林贝克汉姆的故事 2022年4月9日 两位新人举办了婚礼 婚礼地址位于美国佛州棕榈滩的一座庄园内 同时为了保证整场仪式的私密性 女方家人还在这座价值7600万英镑的大豪宅的草坪上 搭建起了三个巨大的白色帐篷 据了解 每一个帐篷都堪比贸易展销会的大小 可以轻松容纳1000人 其中一个用于婚礼仪式 一个充当酒水吧 还有一个用于晚宴 此外 整场婚礼庆祝将持续三天 有三个婚礼策划师 新娘将换上三套滑轮天炉创意总监亲自设计的婚纱 婚礼的鲜花则有顶级鲜花设计师 Rishi Patel亲自布置 而他也是去年比尔盖茨女儿婚礼鲜花的设计者 婚礼的桌椅家具来自负责过克林顿女儿婚礼的New Age Designs 婚礼大厨来头也不小 曾经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厨师 现场还为素食者部分食物过敏者 希望控制卡路里的侵食者提供了专门的食物 现场宾客则包括绝望的主妇的主演伊瓦朗格里亚 以及网球巨星塞雷纳威雷姆斯等一众名人 当天六点婚礼正式开始 因为新娘父亲和新郎的曾祖父都是犹太人 所以两位新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婚礼仪式 仪式由一名拉比主持 新郎和新娘则站在采棚下接受了七项祝福 在婚礼的最后 布鲁克林也遵照犹太教习俗 踩碎了一支有餐巾包裹的玻璃杯 据传 这个举动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 和犹太人的琉璃颠沛 同时提醒新郎新娘 人类的幸福易碎需要小心地呵护 完成所有仪式后 等人相拥亲吻了六秒钟 八点过后 伴随着摇滚乐之王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一首经典歌曲 布鲁克林和妻子步入五职 现场也传出热烈的欢呼声 整场婚礼下来 媒体估计需要耗费300万英镑 但新娘的亿万父亲坚持要承担所有费用 所以贝克汉姆夫妇无需套一分钱 而他们的儿子也只需要出一个人就好 另外 网传这对小夫妻在结婚之前 已经签订好婚前协议 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这份协议保护女方财产的成分居多 也就是说 就算离婚 女方损失会少之又少 知情人士还表示 女方如此警惕 是因为这位求新之子 行驶太过丰富 从他化兴的老爹一样 布鲁克林的浪次程度完全诠释了 换女友比换衣服还快 据了解 直到现任妻子 他已经交往过了九个女友 并且几乎每个月就换一个 第一个则是饰演过超杀女的女演员 克罗伊·摩雷茨 两人交往之际都还只有十几岁 他们被拍到没多久后 就在公众面前承认了这段恋情 不过年轻人的感情 多少是冲动下的产物 因此这段恋情颇为坎坷 四年的交往时间里 他们分分合合数次 反称第二个北美一男旺系列 直到2018年3月 布鲁克林被狗仔拍到和神秘女子 在车内举止亲密后 他们的感情也终于走到了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是布鲁克林谈的最久的一段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一拖二 据相关八卦媒体报道 在和克罗伊交往期间 他还和法国模特索尼亚阿玛一同出席音乐会 更令人震惊的是 克罗伊当时也在音乐现场 但三人并未碰面 至于球星之子和法国模特的恋情 也不过是一场露水情缘 与克罗伊彻底分手的那一年 布鲁克林迅速与美国歌手 麦迪逊比尔陷入恋情 同样的新鲜境一过 两个年轻人就分手了 而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八个月 但多次的分开 并未阻挡这位花花公子的脚步 2018年年末 他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公布恋情 对方是名模Hannah Cross 比起前几段恋情 布鲁克林这次高调了不少 无论是社交账号还是公开活动 都能看到他和女友的身影 但按照他的感情惯例 2019年年初 两人就和平分手了 这段结束后 他又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和三任绯闻女友纠缠不清 对方分别是加拿大女演员 维多利亚的模特 还有他老爹的朋友的妹妹 几乎无缝衔接的操作 就连媒体都震惊不已 声称小辈之子 越越多有新女友 虽然换女友换得情 但他的审美一直都很稳定 从长相来看 他大部分的女友 都和他母亲维多利亚一样 有着金棕色的头发 和棕色的皮肤 尤其是他的现任妻子 尼扣拉佩茨 某些角度 可谓是和维多利亚相差无几 所以当他和布鲁克林公布恋情时 不少人表示著名求姓的儿子恋母 恋不恋母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段感情里的布鲁克林 显然认真了不少 2018年 他们首次被拍 并被爆料交往甚密 关系非一般 可后来媒体又拍到布鲁克林 和其他女演员在街头相拥 所以这对年轻人的关系 也就被默认已经分手 直到2019年12月 两人再次被拍到 一同出现在纽约街头 这之后 他们顺其自然公布了恋情 并于去年7月正式订婚 至于订婚戒指 则是南方准备 价值百万英镑 之后仿佛找到了真爱一般 无论是上节目 还是出去和朋友聚会 布鲁克林都三聚不离爱妻 同时 结婚后 他会将自己的爱妻的姓氏 当自己的中间名 身边的朋友表示 这是他对他的承诺和爱的巨大标志 此外 他还在身体各处 纹满了关于妻子的纹身 据悉 他脖子后面纹着妻子的眼睛 眼睛下面纹的是一大段配词 写给他的文字 上面写道 我永远的男孩 任何时候你感到焦虑 你就看看这个 你拥有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心 我希望每一天都能被你的爱包围 我感觉你很棒 如果你慢慢呼吸 拥有信任 我们会一起度过困境 我对你的爱没有止境 这还没完 他还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中透露 自己特意为了配慈学习了厨艺 原因是妻子喜欢他做的饭 所以为了让他品尝美味 他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厨艺 不过尽管如此重视爱人 很多网友还是不太看好这段婚姻 原因不仅仅是他们交往了九个月就火速结婚 还因为女方的家产 前面提到他是投资大风的女儿 父亲身家高达13亿 跟身价3.3亿英镑的贝科汉姆比起来 这位大风强的不止一点半点 作为富家千金 他自然也不差 据悉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他是一名运动员 专攻取棍球 同时擅长多项极限运动 11岁时 他以童心身份出道 并因为变形金刚四中的男主女儿一角 成功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但他不太热衷演戏 所以他常年混迹于时尚圈 开了不少广告大片 目前身家达到500万英镑 而和爱妻比起来 布鲁克林显然只有球星之子这个称号 之前虽然接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 但不知道是训练强度太大 还是他自己能力不足 15岁的时候 他放弃成为老爹的继承人 跑去学习摄影 爱子心切的维多利亚 不仅表示支持 还花大价钱 把他送进了著名的艺术学院 哈森设计学院 可不到一年 这位少爷又中途放弃了 理由是他太想家了 所以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 这之后 每次传出和他相关的新闻 则都是他精彩的感情经历 唯一一次有所成就还是他写书 不过这本书的销量只有3890份 媒体透露其中不少份额还是贝克汉姆的粉丝贡献的 所以可以说不管是比家底还是比个人本事 配子都完胜 如此结合也不怪媒体都称小辈之子高攀富家女 有网友因为布鲁克林改姓氏的行为 称他妥妥的就是千亿富豪的赘婿 还有网友不客气的说道 两个靠家庭结婚的人结婚了 多么乏味的存在 这是教育的失败 他们不觉得丢脸吗 诚如网友所说 一辈子都不工作 也富得留有的两个富家孩子 确实已经拥有相对成功的人生 至于他们接下来的婚姻生活 是否一如既往的幸福美满 就得看他们自己了 这里是Boogie岛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